来看一下这是我还在 啊我做主播的时候啊刚做主播的时候就特别支持我的一位朋友啊叫奥义 天下云哥啊没想到做了主播六年老板这梦幻西游也玩了六年啊七年你是真能啊真能顶啊 七年过去了你这号咋越来越拉西了呢 69集啊利天机 带着110的无级别这无级别我都没看出来是无级别我看一下110的剑好看不好看啊给武器 这剑好看吗兄弟们这剑他妈的有点像他们玩具城卖的塑料的 啊 这个剑他们跟闹着玩的剑太丑了吧120130的剑挺好看的什么100的剑怎么感觉这么错呢啊 充满了塑料的质感 啊剑的话原始种族为人族的话可以转成 可以转成原始种族为人族的话可以转成剑也就这把武器理论上 巨剑的话转成剑的话剑的话什么造型好看剑的话有战炉 那有战炉还有啥了 巨剑能转成剑但是只是90级的造型 战炉以天 鱼长 对 三个造型 先给他转成剑压克然后花200块钱 然后造型不满意再花200块钱光武拖印 我估699号不是很准但是 都是咱们的老卑鄙了给你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大概回了花多少钱 人修宠修花900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再给你加200 然后原始种族门派于是人族也比较多转起来方便再加200 冰冰冰冰冰再加上一个500啊 你的祥瑞是真的酷啊深海狂沙加1200你这祥瑞我觉得你是专条丑的买 这老鼠这这么什么篮子啊这个大犀牛我怎么觉得你哪个客人买哪个呢 再加200的神行小驴 锦衣浪淘沙加1000 知青洛加360 冰寒桥360啊 染色的话差不多全套加血能加900啊一套黑一套白 69级不涉及到神去 啊最大的牌面也再花钱你就花个金色id啊 679 加303啊加160 再加上一个3101452 8技能1458 技能然后打完书估计也就是1亿吧啊 1800 啊无级别 无级别帽子啊 无级别无级别帽子 11段人造 啊宝石1000 套装1000 帽子的话还得一个1000多啊 35004000 防御的话是55 给个4500 腰带无级别11段满天花雨 167应该差不多了吧 鞋子人造的值钱啊能卖成一个6000加宝石7000加套装8000 这8000的熔练还有点不太正常啊 这鞋子估计能卖成上半了吧 这鞋子人造的呃敏捷的话是41防御是57啊 破雪狂宫的项链人造高龄加套装给他个1000啊800 850 衣服的话11段宝石啊 无级别11阵12132 初始防御的话118熔炉11129再加力量减耐啊衣服的话3500 武器的话这个巨剑 啊663除以3加356武器的话577啊巨剑肯定是啊不太行 这把武器6500 7000 一只个性的虚弥是个6技能的虚弥胚子啊 研磨神没有必带技能也挺难合的估计胚子卖个700没啥问题 兔子的话个性宠3000块钱 山河套的话大概是400 3400成长达标也就这样了 虚弥真烟魔新加法爆这只宝宝给他一个1000 这只的话2000雷鸟人本身比较便宜宝宝装备还行2600 虚弥真烟雷鸟人喜欢顺法2000 啊这只200 这只100啊除非有逆境 江苏上会 江苏山区生怀正怀楼啊学生们觉得这个69级价格给的高还是低 每次69级的价格我都觉得给的不高但是取号的时候都取不住 因为他们永远比我估的还要再低啊 就69的东西自己就会觉得特别的值钱 然后卖的时候就不好卖 109的东西大家都觉得不值钱啊 但是卖的东西都比 期待的要高 但是他的装备应该没啥问题 鞋子容炼比较掉 加500再加200再加1000 再加700 再加1100啊 这号4万多 这号啥都没有就4万多了 我 这号嗨